隆隆鼓聲敲醒大地 震撼人心 慈濟52週年千人齊心 莊嚴育佛 對舞方向一致不變 三重園區舉辦育佛活動 82歲的曹雪霞是資深慈濟人 這次有兒子來陪伴 心情更加歡喜 因為媽媽喜歡參加慈濟的活動 媽媽喜歡的兒子正希都樂於陪伴 不僅是做慈濟事 宋讀法華經緒 也是每天必做的事 她把媽媽當孩子來照顧 那時候她會去收更多款 就自己去了 她沒有跟我講 那時候會覺得 有時候回來沒看到人 或是電話回來沒叫人 就會比較擔心 阿姨都比較順 也要觀察 看你 你不高興嗎 有三個問話安裝 兒子的孝心曹雪霞很珍惜 出門散步 談談心 做做運動 這是母子兩人的小確幸 也是最幸福的一段人間路 大愛新聞真聖美志工 邱子傑 王慧玉 柯喬莉 台北報導